布魯塞爾國際觀光旅展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展覽館登場 準備迎接全球疫情解封後的旅遊復蘇商機 部分去年放棄參展的國家如日本 今年也回來重新啟動觀光行銷 其中台灣館特別受到關注 我在台灣 2014年 我去台北 我必須說它是很美麗的國家 我們當然也去到各個地方 各個藝術 我們也有很多人接觸 所以我可以說 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國家 有很美麗的國家 人們真的應該去到台灣 台灣館今年以漫遊台灣為主題 包括擺設台灣兩大自行車廠的單車 並結合虛擬實境VR裝置 讓歐洲民眾邊騎車邊沈浸在台灣風光 不少體驗者一摘下VR眼鏡 就說真的好美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各個地方 文化、食物、各種景色 都非常美麗的 我每次都很享受 甚至乎在這車上 看起來非常好 我沒想到台灣見面 今年我們的政府也設定了希望能夠吸引600萬的觀光客到台灣去 希望我們的歐洲朋友能夠藉由今天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旅展 能夠更加了解我們美麗寶島台灣的風光到台灣去旅遊 有別於像是斯洛伐克展區擺出葡萄酒 台灣館準備的滷肉飯和茶葉袋鍋蓋一掀開 聞香而來的參觀者就聚龍排隊 但這場場此地少有的滋味 台灣館盡量打造寶島特色 希望能夠視聚龍排隊